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的白俄罗斯文化之旅已经接近尾声 相信通过这次旅行 大家对白俄罗斯这个国家和白俄罗斯人都已经有了更多的了解 那么他们和我们之间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1991年白俄罗斯共和国宣布独立 中国作为最早承认白俄罗斯独立的国家之一 于1992年1月20日与白俄罗斯正式建交 当日呢由白俄罗斯总理科比奇率领的访华代表团 也是苏联解体后独联体国家来访我国的第一个国家级代表团 这就充分展示出白俄罗斯对发展中白两国关系的重视 此后呢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先后于1995年和1997年两次访华 我国的李鹏总理于1995年江泽民主席于2001年也访问过白俄罗斯 1995年中白两国设立经贸合作委员会 并陆续签署了教育科技和文化合作的一系列文件 1996年两国设立科技合作委员会 同年双方开始举办中白文化日活动 这一活动现在已经是中白人文交流的品牌了 2005年中白两国领导人签署联合声明 宣布中白两国关系进入全面发展和战略合作的新阶段 2006年白俄罗斯第一家孔子学院在白俄罗斯国立大学设立 2007年9月白俄罗斯在欧洲和独联体地区 率先把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 中白金融合作启动 2010年3月 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访问白俄罗斯 他与卢卡申科总统就建设中白工业园达成一致 白俄罗斯经济部与中白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就在白俄罗斯境内成立中白工业园达成了合作意向 此外中白双方还在金融合作领域签署了 双边本币结算协议和金融合作协议 同年卢卡申科总统回访中国 中白经贸合作快速推进 到2011年时 中国已成为白俄罗斯三大进口伙伴国之一 2012年6月 白俄罗斯总统签署关于设立中白巨石工业园的 命令规定该工业园区享受特殊税收优惠管理制度50年 预计总投资额为50亿到60亿美元 主要是面向中国和国际企业重点发展电子信息 机械制造 生物医学 精细化工 新材料和仓储物流业 同年 由白俄罗斯副总理 中白有协主席托吉克先生 任主编的白俄罗斯人看中国 民间外交文集在白俄罗斯出版 2013年7月 鲁卡申格总统应邀访华 中白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白俄罗斯共和国 关于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到这一年时 双方经贸总额已达32.9亿美元 9月 习近平主席提出建设四手之路经济带倡议后 白方马上表示支持并积极参与 此后中白双方就在四手之路经济带的框架内 加强双边和多边合作 进行着积极沟通和协调 并且计划呢 要将中白工业园打造成 四手之路经济带上的示范项目 2014年1月白俄罗斯总理来访 两国总理共同见证了中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规划 2014到2018年等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 并设立了中白副总理级政府前合作委员会 下设经贸、科技、安全、教育和文化合作五个分委员会 负责双边各领域合作的具体规划与实施 同期 双方还设立了经贸合作分委员会 地方兼经贸合作工作组 大力促进中白两国各地方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2014年6月 中白工业园举行电机 即招商展示中心开工仪式 华为、中芯等七家企业入驻工业园 2014年8月 习近平主席邀请200名白俄罗斯切尔诺贝利 核事故灾区儿童到中国访问 那么这些儿童在回国后呢 在白俄罗斯出版了 《白俄罗斯儿童看中国》一书 从儿童的视角 为白俄罗斯人描绘了当代中国的发展状况 那么同时 由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主编的 《中国人看白俄罗斯》文集 也在中国与当年出版 12月 中白双方在北京还签署了 《中国商务部与白俄罗斯经济部 关于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合作议定书》 2015年 习近平主席访问白俄罗斯 双方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白俄罗斯共和国 关于进一步发展和深化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同言9月3日 卢卡申科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并应邀出席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0周年的阅兵庆典 那么当时在网上一转成名的 卢卡申科的幼子尼古拉呢 也是当年唯一一个应邀参加此次活动 并受到习近平主席夫妇热情接待的外国元首家人 同年10月白俄罗斯举行总统大选 中国观察员代表团作为唯一的一个受邀监督选举的外国观察员代表团 前往白俄罗斯 在经贸合作领域 2015年时 中国已成为白俄罗斯第三大贸易伙伴国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国 中白续签了本币互换协议的规模已达70亿元人民币 在人文交流领域 双方共同签署了互建文化中心谅解备忘录 白俄罗斯总统邀请了中国46名青少年 赋白进行友好交流 而代表着中国现当代美术最高水平的 中国第十二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国际巡展 也在白俄罗斯国家图书馆隆重展出 中白两国首次合作拍摄的纪录片 欢乐春节中国行 也为白俄罗斯人民直观了解中国的民俗开启了窗口 2016年9月 卢卡申克总统访华 中白双方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白俄罗斯共和国 关于建立相互信任合作共赢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并宣布发展中白全天候友谊 白方对此有着非常高的评价 2016年 在白俄罗斯中资企业已增加到191家 同年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用长征三号椅运载火箭成功发射白俄罗斯通信卫星一号 这一年 中国官方访白团组数量已突破100个 这一年 白俄罗斯100名大学生应习主席之邀赴华交流 这一年 由白俄罗斯国家科学院历史所主编 中国社科院赵慧仁老师翻译 中国驻白使馆原新闻参赞王建局老师教义的白俄罗斯简史一书在中国出版 而这一年的收官之作 中国外交官看白俄罗斯一书也荣获我国当年的公共外交奖 2018年5月 国家副主席王岐山访问白俄罗斯 将中白关系定义为铁哥们 于是呢 白俄罗斯成了我们中国的新的一个铁哥们 简称白铁 同年 我们和你们中国和白俄罗斯的故事一书出版 而这时 入驻中国在境外规模最大工业园区 中白工业园的企业已超过了40多家 中国和白俄罗斯 我们和你们 有着稳固的政治基础 强劲的经贸合作势头和广阔的人文合作天地 我们和你们 性相近 心相应 只是我们和你们还需要更多的相互了解和沟通 而每一个热爱中国的白俄罗斯人 和每一个热爱白俄罗斯的中国人 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续写着我们和你们的故事 好 有请欧雷嘎老师 欢迎讨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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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